国手教学 稳防的重要性 好 稳防好比什么啊 给你们打个笔啊 来 防守你过去拉俩 稳防是基础 给你们讲 还是概率学 啊 概率学 什么叫概率学 懂吗 给你们看啊 什么叫概率学 那个防守拉个下旋 看着没有 稳防过去了 拿两个球举例子 看着没有 稳防过去了 两个球 我都防上了 那证明什么 他进攻的时候 我如果能把球防过去 两个球我全是50对50的概率 对吧 我两个球都稳防过去了 那就是我们是50对50的概率 那如果两个球我凶呢 丢了一个 两个又丢了 其实我都没有把过 来 再来一个 如果说我这个球我40%的概率能上 对吧 那我就50%的概率 我上一个 然后那个丢一个 我丢的是百分之百输 但我上的 我不一定百分之百赢 我可能70%能赢 那这个概率 那我们就输了30%的概率 能明白吧 这就叫概率学 所以不要一味的追求主动进攻 包括这些东西 很先进的东西 其实没有必要 你的技术没达到就没有必要 这个追求很先进的东西 你技术达到了是可以的 能明白吧 为什么有的业余的 你感觉他啥也不会 但是你就赢不了他生气 人就概率学 实用 对 就是实用赢你 该拉的我拉上了 对 慢慢的 你质量不太高 我都能给你整上 对 华丽虎哨的东西没有 对 也不潇洒 打球动作也不好看 但是人就能赢球 你们身边肯定有这种人 你说你们业余的 你知道吧 假如跟我打比赛 遇到比你水平高的 你可以去搏杀 对吧 假如我让你们10个球 你们每个球都特别稳的打过来 让10个球你们也赢不了 如果每个球你都特别凶的打过来 让10个球你有可能赢 知道吧 所以面对不同的对手 你得有不同的选择 你们面对我可以凶一点 但你们面对水平差不多 会比你低的 你一定要就是一稳为主 能明白吧 那个说伯格还我30个复合成 应该是借我发球上三个那小子 是不是你 把他给我拉黑了 哈哈哈 哈哈哈 笑 哈哈哈 小孩初级选哪块板 呃 选卧帕 想卧帕吧 卧帕 给他弹下 卧帕的链接 给你弹下链接 啊 这 这录它是吧 嗯 叫那个 问房是吧 我一起下断 是对 没有 看我要在真正ACT 你绕着 大家看 身体怎么往前 你看我腿是怎么动的 往前不是往前抖 往前是整个这位 这三个球够了 给大家拿慢动作探一下 看我整个身体 618班达上 618上班达 看一眼慢动作大家 慢动作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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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按摩 苦 酷 こう 大家再看一眼 我做两个不好的 再做两个好的 你们看一下 我先做两个不好的 来 来两步 我给你们做两个不好的 再给你们做两个好的 对 我先做两个不好的 都行 不好的是什么 身体不动就靠手 然后出球特别快 防守 这是不好的 好的是什么 用身体找球 给你们看一下 看板动作你们就能看得很明显 好的是用腿和身体去找球 不好的是什么 我脚不动 然后用手去弹击 你看 这个是不好的 手没有吃球时间 看见没有 就出球很快 手腕是晃的 对 它不固定 你们看一下 你看 手腕是晃的 对 而且我脚和身体都没有动 没有重心 你们看也好的 我的脚是在找球 我的重心在找球 然后手腕有一个往前赢的动作 吃球的时间 就是把球粘在手上 看见没有 脚去找球 身体去找球 对吧 手防出去 看见没有 脚和身体去找球 然后把球摁住了 把球摁住了 往前防 对 它有一个停顿 你要记着点 它的旋转 对 大家千万不要说 防守就这么就出去了 这样防不住的 是必须要把球送出去 摁出去的 不过你小孩说我反手有点弱 说的没毛病 证明你小孩懂点乒乓球 对 对 对 大家看 手上有一个短暂的停顿 然后整个身体控制着手 你看把球线给它压下来 有很多防守不好的是去加旋转 你们记住加旋转这种防守千万不要去练 除非是个别的球 那是不准备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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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吧 大家防守记住了 一定不要去加旋转 就正面过来的时候 拉得很转的球 你去加旋转它一定是飞的 我都控制不住 你想比赛什么球 什么球你去加力 加质量去防守是比较好的 来房子发一个 就是这种中性球 它不是特别转 而且长短都适中的情况下 都比较中性的时候 你去发力 它会比较舒服 来房子 好多人说反手推挡不好 不如反手不饿 反手一不饿不就不饿出去 不大家不要去用手腕去扒拉防守 知道吧 一定是重心去防 重心手固定 我们的课程里有反手 我们的课程里有 反手拳套里就有 我看这里有没有 有 反手防守 防手防大甲 这里有俩 反手防大脚是围的这种弧线 正常的反手防守 我们课程里教的也是 不要用手腕去防 用腿用身体去防 来拉一个 看到没有 用腿用身体 看到没有 用腿用身体 然后手摁住 把球往前防 防拾了 手有一个吃球的时间 大家看一下伯格他防的时候 他的手腕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动的 对 你看防的不好的 那你可能手腕去乱晃 那他很难防的 手腕不要动 靠腿靠身体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靠腿靠身体 我的防守在国家队是属于比较差的 我是防的 我是防防守的这种感觉什么 确实是差一些 但是我教大家这个是完全没有错的 原理都懂 原理我都懂 但我做不出来 每个人这个每项技术的天赋上限是有限的 知道吧 谢谢黄老板 谢谢黄老板热气球 黄尘好好学反手 怎么防守 黄尘好好学一学 来教你俩 黄尘好好看一眼 防守用腿用重心这么去防 防守不能将军拔剑这样拔就飞了 防守要有重心 将军拔剑 北斋拔谁 你将军拔剑拔太有名了 现在 我们直播间老有人说 说我想学将军拔剑 我说拔剑这方面确实你得去找黄尘 大家再看一下 用腿用重心 用腿用重心去防 用腿用重心 这样很稳的 这球 你看很稳的 控制的 特别特别稳 反正能别人拉过来的球 还能发力往前顶 对 发力往前顶我们也能顶 但是我们现在教你 你做不出来 因为你稳防现在都防不好的话 教你往前顶 你也做不出来 你看这个东西是一步一步的 我现在教你的是稳防 对吧 那我教你一个发力防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对吧 我只不过力量 你看往前顶 谁都能顶 我们都能顶 有什么不能顶 再加转 来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 是不是到最后最先进的技术是这样 防守转弓 再一步一步来 大家一定要理解 你说你上来就学最难的 你们大家学不会的 这不能那么教你们的 十个能上一个 对 没意义 对你们来说没意义 知道吧 防守是要泄力 我们这种力量 他不是说把力量怼出去 什么叫不泄力 来 就特别生硬的这种球怼出来 你看 特别生硬 手上拿不住球 对 你看我泄力是怎么回事 看这叫泄力 就是你看 也是用 你看我手不往前出 看到没有 用腿用重气 其实这已经是这种泄力了 看到没有 我把球看 他已经是这种泄力 并不是 告诉大家用手指手上往前怼 这样的防守是不好的 知道吧 大家看马龙的防守 他其实转攻的并不多 只不过他对于这种落点的把控 来 你把镜头放在这边 来 对 把镜头放在这边 我跟你说马龙的防守是一种什么感觉 再离远一点 我让他们看一下 来 防子拉个下旋 然后侧侧连续拉 大家看一眼 我跟你讲一下 马龙的防守好在哪 你看他的防守并不是很强的 但是你知道跟他打有什么感觉吗 就是你拉手第二下的衔接 他永远他挤着你 就是你不会让你说正好在这个位置 永远是你在这或者在这 永远是够着球 他并不是质量 他是落点和意识 你正好够掉一个 然后你再连续 你看普通人的防守 你看我防成这样 他第二把是不是就暴冲我了 对吧 他第二把就暴冲我了 马龙的防守他可能 你看防到这个位置 我防到这个位置 他就得测了 所以他的防守是看着人的防守 好的防守就是看着人去防 对 他好多球防直接防你中间 对 让你第二把 就还得去再调整一下 这样的话你觉得最好的点 哪把在这边拉一个 我围一个 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好的防守 和不好的防守 知道吧 量副测试拉一个 然后你不用急